馬娃颱風才剛過2號上午海巡署東部分屬第1、2岸巡隊 岩寮安檢所人員發現一個民眾不慎遭浪席落海 所幸經過現場海巡人員救援之後成功把他帶回暗季 也檢視他沒有明顯外傷 只有暈眩的情形沒有生命危險 也把他送往門洛醫院來救醫 岩寮安檢所的人員發現後立即攜帶記錄森裝備前往現場 發現落海的民眾漂浮於海面上 隨即由海巡人員下水救援 並成功將民眾救援上岸 手腕發現岩寮案記有民眾被捲入海中 立即前往救援抵達現場後 第一時間將落海民眾救起 人員意識清楚 後續由水連銷班隊救護車送往門洛醫院 在此呼應颱風過後應有常案發生 提醒民眾應注意自身安全 經瞭解該落海的男性為當地的民眾 平時在外縣市工作 休假期間與家人返鄉遊玩 到岩寮海灘 未注意到浪況 救援上岸之後 由水連消防隊送往花蓮門洛醫院救治 記者林杰 收藏箱採訪到岸 收藏箱採訪到岸